好 接下来看到玉璃镇的齐模里长陈文祥 平常是热心助人 大家都知道 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与长期在外工作的陈志敏 一起结合各方的物资 包含了来自北部的树林慈圣天后宫 玉璃分舵的来关怀弱势 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关心需要帮助的人 一袋一袋的物资就用塑胶袋装起来 放在货车上将近有50包左右 准备要送到需要的民众家中 这是玉璃镇的齐模里 这次里长陈文祥 更将树林慈圣天后宫玉璃分舵 带来的物资捐给居民 都设计跟偏远的弱势的家庭 穿着轻便头戴帽子的陈志敏 过去职业市警官营造相关工作 希望能够为社区尽一份心力 就与里长共同收集各方善心人士的爱 捐赠物资捐给需要的人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我们的一般人就这么难生活了 更能放到这些弱势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去拿这些物资 来帮助这些弱势的人 希望大家抛砖营运株 来到大家来帮忙他们 玉璃镇旗模里长 陈文祥平常热心助人众所皆知 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与长期在外工作的陈志敏 一起结合各方的物资 包含了树林 慈圣天后宫 玉璃分舵等来关怀弱势 希望可以抛砖营运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